别伤之后的结果 韩国的媒体引述目击者说 去年12月的某个深夜 50多辆中国解放军的装甲车和战车 从中国经图门将进入到朝鲜的惠宁 同时有中国的军用吉普车载着军人 进入到朝鲜的新义舟 韩国的高级官员认为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中国最担心朝鲜发生巨变的时候 有大批的脱北者会进入中国 导致东北三省混乱 韩国说 解放军如果抢先的驻扎到朝鲜的螺线 作为契机有势的时候 中国可以保护中国国民没理由 派出大兵介入和稳定朝鲜半岛 不过这个消息 中国大陆官方已经否定了 韩国媒体的这个不实的报道 好 这边提到韩国媒体呢 大肆的渲染了 说中朝达成的默契 解放军率先的进入到朝鲜 中国军方和官方呢 已经是否认了这个消息 问一下马景生先生 为什么在中国军方官方都否认这个消息之后 韩国日本还大肆的渲染呢 这是一个战略要地 朝鲜这个螺线港 罗军这个地方呢 是战略要地 我们看见是俄罗斯是中国 是北朝鲜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如果这个真是中国的军队住进去了的话 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就会改变 先不说图门江 中国是有这个驻军权的 有航行权的 也有出海权的 但是如果这个港口是驻军的话 那就完全不同 这港口租的是商业经营权 并不是行政管辖权 所以不可以有警察 不可以有武警 更不可以有军队 不能动武 这个是中国的大原则 但是如果一旦那这里是有了中国军队驻扎的话呢 关键它是离这个北朝鲜的核设施非常之近 大家记得我们军队观察室多次报道过北朝鲜试验核武器试验导弹发射 它把这个基地是越来越往这个中朝边境移 所以一旦是这里发生了这个事情 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联手和韩国联手要对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打击 甚至是派特种部队要去劫持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中国部队在附近起码第一是有一个威慑作用 它不敢随便去炸 怕误炸了中国的军人 再有一个是中国的军力可以在那里展示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甚至是可以中国先把它拿到手 所以这个地方之重要就是韩国一再造谣 说去年已经造谣了 去年年底说中国已经有一万多人便衣进入了这个渡过了鸭绿江和同盟江 进入了这个北朝鲜 这个就说明他怕 中国不一定要做 但是中国要做的话能够起到的作用 就是能够震慑整个东北亚 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点评这条假消息的目的 好 在马前圈里呢 提到的区内的局势 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战略节点呢 有军事上的思考 好我们看另外一个消息 当中国大陆的歼20战机呢 上周试飞中 持续引起了西方军事界的关注 美国是大为震惊的 美国在过去这一周呢 动用了所有的情报资源 从天上到地下 从情报人员呢 综合来分析解放军的歼20战机 看一个片段 对于中国大陆解放军高调的试飞了新一代的引擎战机 歼20西方的军事界过去一周 密集的展开了研究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 西方军的新一代的歼20战机的关键技术上 有明显的技术缺陷 主要是隐形性能上 西方军事界说 中国的隐形设计 包括隐形涂料 未经实战对抗检验 效果成疑 而且歼20的所谓新一代战机的航空发动机 性能和带弹的推力 也值得怀疑 美国说 歼20战机的所谓有源相控阵雷达 还有先进的传感器 不可能已经达到西方军事界的水平 与美国的F22还有明显的差距 美国说 解放军的歼20战机要真正服役 需要5到10年之后 而西方军就得相信 目前歼20战机 只是解放军的试验机 或者是靶机 所谓靶机 很可能只是解放军 把歼20战机作为模拟美军的 F22隐形战机的靶机 作为辨认和攻击用途 作为解放军新一代的攻击战机 还有雷达和导弹的攻击靶机 以此来检验和提升解放军新一代战机 和导弹的攻击锁定能力 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信心满满的表示 美军现役的F22隐形战机 可以领先中国一直到2025年 另外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湾军方的情报部门 原来并不认定解放军 已经在延视 歼20所谓新一代战机 不过当歼20战机是非错 台湾军方承认 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 有失准的方向 台湾军方承认 类似于中国大陆解放军 歼20所谓新一代隐形战机的研发 歼20战机的换装 射程等大陆海空军 还有导弹部队的情报的收集和掌握 都是台湾情报收集的优先项目 不过这次对于解放军的 歼20战机的情报的失误 代表台湾对于中国大陆 军事情报的基本功 已经不够扎实 台湾军说 近年来台湾军方 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的收集 是以网络情报 电讯情报 监听情报 文书情报和电视情报 作为渠道的 而网络情报真真假假 电讯和监听的情报 过于片面 很难综合看到全貌 文书和电视情报 更加只能作为参考 所以台军要全面重新规划 对于中国大陆军事情报 特别是装备情报的收集 台军的情报和研究部门说 解放军现在展示了 歼20新一代所谓隐形战机 只是简单的是非 整体并没有展示它的作战能力 关键是台湾认为 歼20战机应该做不到 隐形的作战能力 歼20战机 别说是美军的新一代光谱 最终此雷达可以轻易的发现 台军说连台湾军方的雷达 他们也躲不过 所以可以轻易的侦测到歼20战机 另一方面美军正全力开发 下一代的无人驾驶的战机 未来几周 美军的全球观察者X47D 还有魅影射线等三种原型机 都将在美军的空军基地展开试飞 这批美军新试验的无人机 要比现役的美军的无人机 飞得更快更高 隐形的性能更加好 可以携弹攻击 美军说新一代无人的驾驶的战机 可以有效应对中国战机的发展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赛 和日本防卫相见面的时候 谈到了因应中国大陆正在发展的 歼20战机 建议日本要购买美国的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 而日本就想买到美军的FA-18 还有F-15改良型和欧洲造的 三代半的台风战机等等 日本军事界说 几方军高调的展示歼20战机 目前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目前几方军展示的 歼20战机的滑行飞行的片段 是震慑心理因素 要大于实战能力 片段提到是 西方军的歼20飞了之后 西方最新的一些评估 我们连接一下美国方向的军事观察员 去坑卷先生 给我们讲讲最新的一些评估 原先给介绍一下 美国到底认为 歼20有什么样的战斗力 还有什么样的威慑力 歼20有的不足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就是发动机 长期以来 中国在发动机的制造方面 一直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二个要值得注意的 就是飞行控制系统 飞行控制系统 对现在的飞机非常重要 从监控室的外形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针对性的 对美国Airfar 22 Raptor的不足的地方 注意的改进 第三个问题 是在雷达和航电系统 长期以来 这个方面 反倒是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但是 对于F22Raptor来说 它配备了有缘相控制的雷达 中国没有 第四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作为它的隐身问题 很明显 歼20一看就是一台 隐形飞机 它设计上就是这样 那么隐形 最主要就是雷达反射面积 看出来 在歼20上 它的尾部发动机喷气口的地方 那个红耳特征 这种雷达特征太明显 这是隐身不足 另外一方面呢 对飞机的涂料 这个东西 非常昂贵 非常复杂 那么中国愿不花大钱 在这方面进行改进 这也是成绩的 歼20和F22根本不可同意而语 一个是已经在服役多年的 一个是现在还遥遥无奇的 但是美国炒作歼20的目的是为了拿军费 拿来研究它下一代的这个无人战机 好 两位军事观战人提到的解放军 所谓歼20最新的评估啊 说到歼20是非受 台湾也是大为紧张的 台湾呢 就在这个是非受高叫的 搞了一次所有防空导弹 各种类型防空导弹的试射啊 马英九亲自去看 而且选择在胡锦涛访美的时候 但这次试射呢 三分之一的导弹是拖把的 我们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在中国大陆解放军新一代的 建亚林战机高调的试飞之后 台湾军方除了承认 对大陆解放军的装备情报失准以外 也把原来低调进行的 陆空海空的导弹试射 高调的举行 表明台湾军方有信心 以提升雷达的侦测力 和导弹的攻击力 来应付解放军新一代 所谓隐形战机的发展 台湾军方本周二 在屏东的九棚导弹基地 试射的一系列防空导弹 针对大陆解放军的 所谓第四代歼20战机 隐形战机的是非成功 台湾说要做反宣传 作为台湾的三军统帅的马英九 亲自到现场教育 展示以弹制机 就是以台湾的导弹 来对付解放军新战机的 所谓不对称作战的决心 台湾军方本周二展开了 公开的联合的大规模 防空导弹的射击演习科目当中 包括了中空高空的 天空二型 英式导弹 天剑一型的低腿空导弹 和低空的复仇者导弹 各类型机炮 对战机攻击的实弹射击验证 另一方面 空对空导弹方面也有F16 幻影战机 金国澳战机配备的 响尾蛇导弹 鱼木导弹 G22实战导弹的登场 而由于美台之间的 秘密的军事协议 台湾如果要试射 由美国卖给台湾的 爱国者导弹 进行试射的话 必须视线 知会美方获得同意 不过考虑到 胡锦涛本周访问美国 为了避免奥巴马 总统的政治考量 台湾军方这次决定 不试射爱国者二型的导弹 而在台湾军方 本周二高调举行的 联合的对空 对战机的攻击演训当中 陆军也以眼镜蛇支撑机 罕见的用响尾蛇导弹 展开空对空的射击 这项不对称的作战科目 以往在台湾军方的演习当中 从未对外步伐 台湾这次综合的展示 立体的低空中空高空的 空中打击和截击能力 台湾军方本周二高调展开的 用各类型的导弹 来攻击战机的演习 显然针对大陆解放军 试飞歼20战机成功 而在解放军的 歼20战机成功试飞之后 台湾军方高层研派 这项解放军最新的动作 实际上是要因应 美国近期的三艘航母 逼近东亚 以及美军在中国周边 频繁展开演习的压力 是解放军对美国的示威动作 不过台湾研判说 在大陆解放军的 歼20战机高调的试飞之后 反而会刺激美国军方 加速同意 对台湾出售F16CD型的 升级版的战机 美国的军事舰 已经暗示台湾军方 美国将启动 新一轮的对台湾的军售 美国说 为了对付解放军 正在研发的 新一代的隐形战机 和解放军不断提升的导弹 美国将向台湾 出售更加先进的 整体雷达的 贞结预警系统 美军还会特别派人 到台湾 帮助台湾 驻扎在台湾 提升台湾军队的 贞结预警战斗力 片段提到的马英九 新制造的台湾导弹基地 看台湾的防空导弹试车 说是有三分之一设施 但是台湾有可能是 故意失落 希望美国继续 替台湾更先进的武器 稍后来听听香港 还有在台湾现场 看了导弹试射的 军事观察院的分析